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看天干就看地支就对了 对 是那就是六道轮回里面呢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他是讲说我们这个四柱里面 他的前就年月日他当成前三世 然后时辰呢当成后就未来世这样 也有人有这种说法 那我的看法我是把这个年月日 都当成我们的前世这样就前几世 因为几乎你的年月日时的这个 每一生肖的这个特性 都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就展现出来 所以年月日是前三世 对 有这个说法 然后时间就是这一世 未来世 也是未来世 对 那我们这一世呢 年月日他因为他讲说前三世 就是包括这一世 日就是你的这一世 所以你每次帮我们讲到说 在这个日住的时候 是 那那个的现象就会 如果你看一看 你就可能就知道自己的现象 就是这样 对 就是符合的话 那大概就是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是要来讲猴子了 猴子 生肖猴 好 那就请水老师来告诉我们 生肖猴是属于这个什么 佛啊 仙啊 或者是人啊 或者是什么修罗道啦 好的 到底是哪一道呢 猴子呢他是属于人道 那人道的这个猴子呢 他有一个 因为我们每一道里面 他都有他的这个特性 那所以他的特性叫做天孤心 也就是孤独的 对 他他的个性比较喜欢 就是独处 就是说 或者是比较 人家讲的比较孤僻 孤僻或孤独 对 那这样子的这个 包括如果你是 就是属猴子的 你在年月日时 你都会有这种现象 那也就是他的这个 六亲兄弟呢 比较无缘 就比较独立了 对 比较无缘 跟那个亲属之间比较 像我之前看过一个属猴子的 他是属猴 三孝属猴的 那他是从 他是家里的老妖的男生 那他的这个兄长 就是一个一个都 都不在了 就是很年轻就走了 对 那他就是属猴子的 那所以就是六亲里面这个兄弟 比较 没有缘 那也就是比较 这个 比较喜欢亲近 因为他已经可能从小 就是比较没有伴 那也就 慢慢就喜欢亲近 这样子的 一个现象 那再来就是他 因为他一身孤独 所以他 如果是女生的话 女生属猴子 他可能就是他 对这个夫妻来讲 也是比较有伤 怎么个伤法 因为可能孤僻性 对 孤僻性 再来就是 如果说他有个说法 就是如果 你的八字里面 有这个孤很多的话 就是你有很多猴子 譬如说年月日食 假设说他的年跟食 他就有两个猴子 那他就 就不会孤独了 就等于是 你只要一个就算孤独 可是你如果两个 就就 不会 没有这种现象 孤独孤僻的现象 没有 可是他会对这个 修炼比较有兴趣 对修炼比较有兴趣 对 因为他会 呈现一个 人家讲的半生半熟 就是一半像修炼人 像居士一样 对对 一半又是常人这样 那这个是他的特点 那另外就是 为什么他会 他会有这个 天故这个现象呢 最主要是 因为累世 他都是出家人 也就是他是修行人 所以他已经 这个累世的这个记忆 在他的这个 这个头脑里面 所以他呈现出来 这一辈子就他对这个 这个修炼啊 有兴趣 对 兴趣会比较浓 就是因为他累世是 有修这个 有修炼就对了 所以他也就在 就是如果是生肖猴 他个性上会比较 会比较这种 孤独一点 是因为他是这个出家的 曾经是出家的 师父的关系 是 那如果说他这辈子 这个医生当中 碰到过很多挫折的话 甚至呢 这会也就是 就是干脆就这个 顿入空门 因为他开始觉得 这个当然好 就是常人好像 就是这个名利当中 打滚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对修炼 反而是喜欢了 生肖猴 真的是这样 是是 那如果说他是在年 出生的话呢 那他从小就是孤僻 可是他比较内敛 就是他可能是小孩子 可能他的行为啊 举止都比较内敛 那如果是在月住的话 因为月 我们的年月日时的月 他代表我们的事业 或者我们的这个 这个课业 你的学业这个成就 那如果是在 这个事业上的话呢 那他就比较适合 当上班族 因为他是比较老实 守成的人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是在日住出生 就是你的日住是 是猴子的话呢 个性柔度比较不够 然后他也不 人家这个开玩笑 他也比较不懂 开玩笑也不懂 所以这个 就会比较不解风情啊 然后这个家庭的 这个圆容度 可能就会比较不足一些 这是指女生生肖 在日住生肖 就是女生 比较明显 对 女生因为他 我们传统里面 就是觉得男生 就是比较阳刚 那女生是比较柔性的 可是因为 他的这个八字里面 就不属于柔性的部分 所以他 就是女生会 更明显的 这个现象产生 就是稍微 不太会经营 这个婚姻关系就对了 那男生呢 男生的话呢 他就是 就是比较直白的 那种个性 他也 也比较柔 就是柔软度 比较不够啦 我刚才说 对 所以男女在这个 日住方面的话 都是属于比较 就是 还是源头 就是因为 比较孤僻吧 是不是 因为 比较自我 是 所以如果说 男生的话 他就变成是 刚度就变成 如果说 你的这个柔度不够 那刚度就会变强 因为男生本来 就是比较刚的个性 所以如果在日住方面 是 是这个所谓的 生 就是猴子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 前世 累世 都是在做这个 修这个出家的师父 所以 稍微孤僻了一点 在这个婚姻的境遇上 可能要多用心了 那如果是在实住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实住 这个时程 就是你 你实程是生的 这个 这个时程的话 它是变成 自卑感会比较重 然后心性 就是心 也比较软 可是行动力就 稍微不足 心软 心动力不足 对 然后 爱批评 可是又不善于表达 讲得糟糕了 就是他 有这个缺点 那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的优点就是 如果说 你的巴士 因为我们巴士会有四个嘛 那所以你 如果你面有 老鼠跟马跟猪的话 那他又变得很好 就是说 他只要有一柱是猴子 另外三柱是 老鼠跟马 老鼠马 跟猪 跟猪 对 就非常好 这四个加在一起 四个加在一起 很好 可是如果说 你有加一个也很好 加一个也很好 对对对 就是 如果你有加的话 那他就是加分 你的命运就加分 对 所以如果说 这个生肖 猴的人 从我们刚开始听到现在 可能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怎么又说我孤僻呢 我一点都不孤僻啊 怎么说我孤僻呢 不过其实猴子是人道 我觉得人道 我发现人道的人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 做事情不会太偏颇 蛮中立的 对 因为你看 六道笼合里面 有的是轨道 有的是触道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 比较 比较偏颇的一些行为 多少 可是人道 我发现没有 反正是做事情 蛮中规中矩的 是 好 那你刚才也是提到说 如果是在石柱里面 是有这个生道 在这个人道方面的话 就是说得多 做得少 是 好 那他 他在这一生的功课 要做些什么呢 他这一生功课 因为你看他 以前都是修道嘛 对 那所以他人的这个 原容度 他我想这是他 这辈子要学习的 因为你可能 像以前修炼的 他都是比较 就是可能 有些是独修啊 甚至 不管是不是独修 都是要打坐嘛 入定嘛 那所以都是属于个人的 就比较多 那所以在这个 人跟人的相处之间 他就比较缺乏 那我想 这是他 这辈子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因为之前 都是太孤独了 一个人修炼嘛 都很孤独 所以这一次呢 他要做的功课 应该就是 学习怎么样 分享啦 沟通啦 是 然后甚至就是 很务实的去经营 是 不然的话 就像你讲的 一个 一个声道的话 就 就孤独是吧 是 那两个就不孤独了 两个就 就还好 两个就 对 三个就 三个就更糟糕了 不会 他只要两个 两个 两个以上就 两个以上就 就还好 所以如果 只有一个的话 就会 孤独就对了 好 所以其实也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的年月日时 都会有不同的 属于所谓的不同的生肖的 而且要全部一样 几乎是不可能 就就 如果全部一样 就是出家了 是 一定是出家 不出家有时候也不错 是啊 被修炼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苏惠老师 如果听众朋友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您写信 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再 请苏惠老师 来帮我们解析 更多 你想 你想的 或者你有兴趣的内容 好 今天谢谢苏惠老师 更谢谢听众朋友 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